我们请你们配合的东西 如果你有疑问 大哥大姐回答你们不满意来找我 就是要让孩子可以认真来过这五天的时间 认真学院的学院也用很认真的态度 来面对这81位来自婚姻官来国中的合身 这是弘台文教基金会在今年苏家所做的企业会贵的活动 最主要是本着起资社会 用资社会这个宗旨 然后以兴犯公益社会 发扬学术文化以及造福社会 为目的 我们是从人本出发 就是从人的最基本 透过一个社会关怀 因为你们就像我们家的小孩 这下人贏外公都邀请 过来第一名的十股姬各团 要利用这五天来教书品的公告 欢迎观众李金庸也专门来参加 开播疑心 因为增加所在很难地 有这种公告的机会 李金庸也鼓励数位的孩子 要把兵车来鼓动自己的人身 我们经常吃一鼓作气 一鼓作气 打鼓励 可以激励我们的士气 可以提振我们的活力 同时鼓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过去 可以训练我们的节奏感 可以提振我们的活力 所以我相信各位同学能够参加这个夏令营是一种福气 这五天的外公全都免费 让台湾到基金会当事长任金庸表示 虽然请给团队费用尽管 但是可以帮助日子的核心 让他们有这种卡在人身关 这就是他们的外公最主要目的了 最主要我们是从这个有纪律的一个 一个团队活动 把他人生的一些 因为有一些弱势的本身来讲 他们本身比较少接触 而且也比较少有团队的一个活动 我们借助这个十股 夏令营可以把他们的一个团队的精神 还有他本身的一个正向的能量 也把它积出来 让他在往后的一个人生 可以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发展能量 这名为分年十五夏令营 发展的内容相当的丰富 关乎在这儿感谢企业的协作 也希望有更多的协作团队 能够作为来帮助日子的小孩 享受这条正確的路 既然真心藏博多